大家都想瘦,然後要減體重其實很容易,但是要減腰圍的話並不簡單 尤其是腰圍對我們身體的健康所謂的代謝症候群會讓我們血壓、血糖、還有糖尿病、還有腦中風、心臟病的機會都會高得很多 那在我們這邊,我們其實用了一個最健康的方式,就是單純用運動跟飲食的方式,然後幫助大家來減重 結果我們完全不用減肥腰,其實只要有決心,然後我們只要肯做,最重要是肯做 肯做的話呢,其實不管是體重或是腰圍都可以很快的去瘦下來 多久以前開始瘦身,當時多重,現在多重? 生完小孩大概就80,那時候就80幾公斤,生完小孩大概70幾 然後去10年前就一直這樣胖,都沒有辦法變瘦 然後之前有吃那個減肥藥啊,可是都不健康,就很快就會胖 然後就每天都運動,每天都運動 然後吃就吃健康,吃少一點這樣子 然後其實持續大概,因為零手術過呢 連續21天就會變成習慣 我覺得已經變習慣了啦 就不運動,會覺得很不舒服 然後就每天這樣運動,就慢慢就一直這樣子,現在還在變瘦 我現在還在努力當中 我想要到50公斤 至少,好想到49到50